我是一只猫,公的,身上是光滑漂亮的橘毛,而肚皮和四只脚则是雪白的毛发 我是这一代长相还不错的公猫,有着强壮的身躯,因此我获得了不少母猫的青睐 而凭借着可爱的外表,我能够轻易获取人类给予的食物 我只要往他们的裤管挨那么一两下,他们的心就软了,尤其是一些同情心很强的女人 每天清晨我都会慵懒地趴在小区楼下的水平地上,就在那里待那么一会,就有几个好心的人类给我投喂 出手最阔绰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戴着副眼镜,他总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在我的地盘里放上一整个肉罐头 而其他人投喂的都是猫粮,猫粮放在干净的饭盒里,我虽然不爱吃,但也不会浪费掉,都留给了我的老婆们 如果吃不饱,我还会去抓些老鼠,赶上伙食,这个地方的老鼠可多着呢 一切都变了的那天,我记得是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我正窝在一棵大榕树上睡着午觉,在这里休息,不会有任何人类来打扰我的亲梦 我的听觉很灵敏,即便是远处传来的尖叫声,我都能快速地捕捉到 我打着哈欠,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那边有一大群人类,像是在打架 有热闹看,我的困战的睡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我从榕树跳到围墙上,在窄小的道路上,潇洒地快速小跑着,肚子上的肉随着我的动作一颤一颤的 走近了我才发现,这好像不是打架了,而是杀人了 我清楚地看见,好几个人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围观的路人都慌忙地打着电话 一些牵着孩子的老人,则是捂着孩子的眼睛,飞快地路过 电话才刚拨空,那种传说中会救人的白色车辆还未到来 我就看到,刚刚还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类睁开眼睛 什么,原来他还没死 哦,原来人类有两条命,死了一次还能活 我见没什么大事发生,就继续回自己的窝里睡觉了 但是很快我的耳朵再次捕捉到尖叫声,这次叫得比刚刚的更为惨烈 那个死后又活过来的人类,正趴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疯狂地亲吻着 卧槽,这太变态了,非礼无事 我好奇心中,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一直盯着拥抱在一起的两个男人 除了倒在地上的几个人外,现在的路人都站得远远的 既想上前,却又害怕地退缩 一开始,被压在身下的男人疯狂地挣扎着 双手死命地抵住身上的男人的嘴巴 但没撑多久,他的手就被咬得血肉模糊了 身上的男人趁机张大嘴巴,一口亲到他的脖子上 身下的男人脖子上喷出鲜红的血液,脸色变得苍白,脸上的表情极度地扭曲 有点像我跟我老朋友们创造猫咪时的场面 我比较害羞了起来,但场面又血腥地让猫害怕 人类亲热都会这么惨烈的吗 这跟我以前趴在窗台上,扣看得不太一样 我没心思继续八卦人类的事情 看到会发出奇怪声音的白色车辆到了后 那几个人浑身是血的人都被抬了上去 而那个咬人的人类,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 大局 我回过头是一个穿着肥大校服的小屁孩 他手里举着一个叫手机的机器 正对着刚刚两个男人亲热的方向 人类也很喜欢用那玩意拍我,没办法 谁让我太不帅气了呢 我知道那个小屁孩是个讨厌鬼 只不过装作一副纯粮的模样 我的同类们没少被他折磨 我懒得搭理他,就溜至大吉了 挫了一下,我钻到关的洞口处 我的身躯壮是庞大,但有着柔软的身体结构 我可以伸缩自如 在黑暗中我的视野会更加清晰 一眼就看到躲在暗处的小老鼠 再次从洞口里溜出来时 我叼着猎物回到了窝里 就是我睡觉的龙树上 在过去的日子里 每天下午都会有一群穿着白色背心的大爷 坐在龙树下乘凉下棋 一手拿着棋子,一手伸着菩萨 他们在石凳子上愉快地聊着天 我在树上呼呼大睡 而今天的气氛好像都变得凝重了 我吃着美味的肉食 时刻留意着四周的环境 几乎我能看到的楼洞的所有的窗户 都紧紧关闭着 窗帘也被拉了起来 而在以前 人类总是喜欢打开窗户 给家里通风 我趁机溜别人家几次 有被轰走过 也有被投喂过 但就是没被收留过 其实我也想有个安稳舒适的我 吃饱喝足以后 我爬到更高的位置继续睡了 别吐槽我懒 猫咪的生活人类羡慕不来 第二天的早上 我依旧如往常一般在固定的楼洞下 等候上班的人类们 可是出来的人没有 又踩着窗台 继续往楼上跑去 我在三楼的一个窗户前 看到经常给我肉罐头的男人 他步入外出时穿戴整齐 头发乱糟糟的 身边还抱了一个女人 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箱子 隔了一层玻璃 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没多久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的白色衣服的人 站在他们家门口 交谈了几句 那些白色衣服的人进了他家 那个女人就跟着白色衣服的人走了 男人依依不舍地看着女人 直到我看到女人上了一台车 他才把家门关上 他失落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可是他背对着我 根本看不见我 我用白色的爪子拍了拍玻璃窗 然后嗓子发出人类觉得可爱的声音 喵 男人很快回过头看见我了 他眼睛发亮 快步来到我所在的窗前 把窗户打开 将我抱进屋里 温柔地跟我说着 大局还知道自己该找我要吃的呀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揉着我的下巴 这种感觉很舒服 他一边抱着我 一边走向摆放罐头的柜子 他拉开抽屁 我看到的是满满的罐头 我感动的泪水 不自觉地从嘴角流了下来 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猫碗 据说被养在家里的猫 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碗 我从同类的嘴里知道 这件事后羡慕了好久 虽然流浪的日子很自由 但我还是很渴望 有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家 猫碗看起来很光滑 跟磁端碰撞时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我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男人不仅不慢地 将罐头里的肉肉都倒在碗里 招呼着我去吃 我嗅了嗅味道 是我经常吃的那款 男人蹲在我身边 轻轻地抚摸着我 对我说 大局别走了吧 我现在不用担心 老婆反对养猫了 我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发生了什么 只过这一口一口地 吃着美味的肉肉 我很快就把碗里的食物 吃得干干净净 男人拿着我的碗清洗干净 放到阳台处晾晒 我现在算是有禅士官的猫主子了吗 男人抱着我 喃喃自语地说了很多 一些奇怪的词汇 是我从未听说过的 像是丧失 末日病毒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他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跟我说着 大局有你陪着我真好 他像是能看穿我 并不理解他说的话 他默默地把电视打开 点了一部电影播放 电视里的人类 比现实里的凶残很多 全都长着血盆大口 浑身都是鲜红的血迹 就算受伤了 也能见不如飞 就像那个女人的老公一样 明明已经被咬破了喉咙 可是转眼间 他就能疯狂向女主扑过去 跟我昨天下午 看到的场面一模一样 那双闪着寒光的眼睛 让我觉得毛骨悚难 我吓得把头埋在男人的怀里 将自己的身躯 紧紧地贴着他 男人被我的举动 逗得笑不平 拿出那叫手机的机器 咔嚓咔嚓地拍得没完 我蹲在沙发上 看着他的手指 在手机上不断地跳动 没多久 男人把手机对到我面前 炫耀着给我拍的照片朋友圈 获得了好多个赞 我不知道他说的朋友圈 是什么洞洞 但是我们猫咪之间 也是有固定圈子的 我被男人收养的事情 很快就被我的老公们传了出去 这就说明 我在这个片区的大佬地位 要保不住了 但是不要紧 隔壁小黑 寄予我的皇位那么久 那就让给他吧 反正我已经得到 自己想要的假了 每天都有不少 穿着白色衣服的人 在这些楼洞里穿梭 他们大多手里 提着一个银色的箱子 白色衣服的人 后面紧跟着一群 拿着武器的人类 我听男人说过 那些是武装人员 是保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 轻而易举的 但是城市里 还有很多无辜的人类 国家不能放任不管 男人的老婆 原来是搞科研的 是被带去 命令研究解药 至于多久才能回来 他也不知道 他说自己作为普通人 只能好好待在家里 不给社会添麻烦 所以他是担心 我在外面不安全 才把我接到家里了 男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笑着说 大局啊 我早就想收养你了 我老婆有劫匪不让啊 等他回来了 我好好劝劝他 你也要努力俯过他的心啊 我听着他说的话 猫才能理解他们的话了 但其实我也只能听懂 属于这个地方的方言 那些围墙外的人讲的话 有些我就听不懂了 男人跟我说 他叫程奕迅 不是唱歌的那个 我进了家门 才知道他是个兽医 还嘎了不少蛋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连肉罐头 都要吃不下去了 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 生怕老成哪天 就在这里把我淹了 称呼他为老成 只是因为他年纪比我大 没有别的意思 这栋老楼的人 很喜欢找老成看病 因为现在整栋楼都被封锁了 任何人原则上 都不能踏出家门 但是在楼洞内走动 楼下那些人 也是当做没看见 像我呢 因为不是人类就被允许 每天都出入自由咯 我外出都是为了方便 老成没办法 给我置办猫杀和屎盆 我也是个懂事的喵 不会给他添麻烦 那些大爷大妈 有个头晕脑热的 就往我家跑 老成一再强调 自己是个兽医 他们却依旧不依不饶的 非要老成给他看看 听老成说 这算是非法行医 后来 他索性躲在卧室里 路我也不搭理那些人了 每天清晨 我都会从窗户跳出去 方便方便 有时候我也会在外面 溜带一会才回家 这一带的路 我都走过无数遍了 熟悉得很 我再次跳上隔离小区的外墙 墙外的世界是 一栋栋建造的 乱七八糟的房屋 楼栋与楼栋 亲密无间 窄小的巷子 通向未知的地方 那里是我从未探索过的地方 就说不少的同类 都消失在那里 我看向小区的大门处 出入口被杂物堆成山那么高 人类那么巨大的物种 站在杂物面前 都显得无比的矮小 我在围墙上又走了走 外面的街道上 除了驶过的黑色车辆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地方这么安静的时候 只有在天冷的某个日子里 那些人留在这里的人 往往脸上带着喜悦 但又干着可怕的事情 他们在自家门口前 挂了一串红红的东西 然后那串东西 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 像我这样听觉敏感的猫 是最害怕的 我看着外面的世界发愣 小黑冷不丁就从我面前出现 我没被吓到 神出鬼没对猫咪来说很正常 他跟我说 谢谢我把老大的位置让给了他 客气啥 一阵寒暄后 他跟我说起了最近的怪事 他冒着危险翻出了围墙 去看了他那边的楼 因为担心自己迷路 他只敢在围墙外 最近的几栋楼里转悠 这些楼里的人都跟撞了鞋一样 在屋里的 就会在自己家里徘徊 一旦发现任何其他的活物 就会疯狂地追逐 小黑说自己被其中一个人类发现了 对方直接跳了窗掉到街上 而他只是跳到了隔壁的平台上 看了这奇怪的一幕 但最诡异的是 四楼的高度跳下去那个人 却依然能够爬起来 但是没多久就被一群 拿着武器的人类打怕了 我跟小黑说 这些人类都生病了 所以才会这样 我跟他解释了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并且叮嘱我 最好别靠近不熟悉的人类 已经有好几个同类 被那些人给撕了 他临走时又补充了一句 就是那些身上有强烈臭味的人类 必须远离 围墙外的一栋楼的窗户 被缓缓打开 我看见一个人类 正凋着一根东西 嘴里吐的白雾 它比一般的人类销售得多 他向我抛来一个很烫的东西 对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臭猫 这个时候 谁还把你养得肥肥壮壮的 也许是我跟小黑说话的声音 吵到他了 我紧接着小黑的话 没去搭理他 围墙外的世界是危险的 回到家的时候 老成很快就发现 我橘色的毛发上 有一块黑胶的毛 他细心地扒开我的毛 轻轻地夺上了点东西 抹上去的时候 清清凉凉的 他问我 谁把你给烫了 我喵喵喵地解释了一通 这才发现 我们俩有着很大的代沟 他的话我能明白 而我的喵语 他平时也是连菜带蒙的 以后方便别走太远了 危险 连老成也这么跟我说 我这颗放荡妒忌的喵心 也只能收敛收敛了 每一周都会有 穿着白色衣服的人 给老成送来大包小包 其中就包括了 我需要的罐头 我乖巧地蹲坐在 饭桌旁边的柜子上 服侍着老成 将袋子里的东西 一一取出来 有散发着辛香味的肉 散发着淡心味的鸡蛋 我从来不碰的蔬菜 蔬菜有些是黏黏的 品项就没有菜市场的人 摆放出来的那么好 老成没有挑剔 全都清洗干净后 又按每顿的量分装好 容易坏的蔬菜 他会尽快吃掉 其他那些红的黄的硬邦邦的 他就会放到后面的几天吃 每天的饭后 老成总会抱着 我一个人自言自语 他提起了幸存者基地的事情 我不明白幸存者的意思 他说上面的人 原本打算组建幸存者基地的 但是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如果基地混进来 一个有病的人 整个基地就会快速沦陷 而如果就地居家隔离的话 哪怕有人变异了 也会被关在自己家里 不会祸害到 其他无辜的人类 而如果重新建立起一个 有着很多房间的基地 就算决定建立幸存者基地 我被邀请了 我也会拒绝的 我还要照顾大局呢 老成跟我说了一会子的话 又把摘掉的菜根 放到阳台的花盆里 我这才发现 这里有那么多的花盆 小小的绿芽已经冒了头 我有点想给他们施肥 我正用沼子扒拉着泥土时 老成快速地将我爆开 并用冰冰凉凉的东西 擦拭着我粉色的肉垫 他嘴里嘟囔着 这泥土可脏了 别踩上去呀 他细心地擦掉泥土 又用嘴巴吹了吹我的脚 他的眼睛落到我的指甲上 我顿感大势不尿 拼命地挣扎着 要脱离他的肢骨 指甲要捡了 我出去拿什么捕猎呀 好在他最终 还是放过了我的力掌 那可是我的秘密武器 老成最近吃得越来越少了 原本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 现在他不到饿晕的地步 都不会进厨房 我趴在他平坦的腹部上 都能听到他的肚子在打鼓 但是老成却硬撑着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 意识到那些白色衣服的人 已经有段时间没来过了 具体过了多久 我也没注意过 挂在墙壁上的日历 有不少老成记录的文字 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实在看不下去 他那副缠络的样子 我趁着他睡觉的功夫 偷溜到外面捕猎去了 捕猎的同时 我又去找了我那些朋友们 但是在熟悉的地方 却不见他们的影子 我只看到小黑 他是一只戒备心很强的猫 任何人类靠近他 都会发出很凶的警告 浑身的毛发全都炸掉 黑漆漆的尾巴 更是扎成油条那么粗 他见到我就说 好多同类都被杀掉了 让我注意点 别瞎晃悠 小黑的脸上 有一道浅浅的疤痕 我上次见他时 他还是完好无损的 他说那是一个人类 把他弄伤的 用猫粮跟他套近乎 他差点就断送了喵声 说着话 他突然猛地跳了起来 锋利的爪子 一把勾住了半空中 飞过的小鸟 爪子将小鸟压得不能动弹 他将开嘴巴 一口将小鸟咬死 就在我的面前 大口地吃了起来 你看看你被人类 圈养了一段时间 手脚都度麻里了 他鄙夷地说道 我出来捕猎的 老成快饿死了 我不能不管他 我回答道 就当是反驳 他对我能力地质疑了 他没说话 继续享用自己的美餐 我一如既往地 窜到荤岸的管道内 杀到老鼠的老巢里 我抓了一只 最肥最大的老鼠 三两下就把他的属命拿下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 老成已经醒来了 满屋子地找我 喵 我对着他喊道 并且把大肥鼠放到他面前 用爪子挡他的身边挪了点 其实我还是很想吃的 但是我等会 还可以再抓一只过来 你想给我吃啊 老成抚摸着我的头 一脸苦笑地问道 我又喵了一句回忆 他笑着又拍了拍我的头 并没有因为我 把地板弄脏而生气 反而是温柔地对我说道 我不饿 大局你自己吃吧 你看看你的口水流荡 他说完又用手指 给我下把按摩 嗯 巴士德呢 可是我实在很担心 他会饿死 我对他还有多少食物没有概念 只知道他现在看起来 异常的虚弱 桌子上摆了一个铁盒 里面塞了四个大大的糕点 被他切开的那块里面 还塞了一颗蛋黄 我靠近嗅了一下 一股甜腻的气味 钻进我的鼻孔 他一直吃了一小块 大局你真是一只有灵性的猫 他将我抱了起来 然后放到我的美食面前 又说 乖 你还是先把这也解决了 我就在他面前大快躲移起来 他的手机一直在我面前对着 后来我才知道 他在录制我吃饭的视频 然后传到网上去 被囚禁的人类生活过得相当无趣 他们不像我们那么出入自由 每天除了对着手机发呆以外 就是看了一个叫电视的东西 那是个神奇的玩意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 讲着奇奇怪怪的话和新鲜的事 老成给我翻译了那个人讲的话 是关于丧尸的最新消息 已经有更多的人编译了 他说 国家为了消灭这些叫丧尸的东西 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他一个普通人 只能听从组织的安排 好好地待在家里 不给社会添麻烦 但是他都快饿死了 我想老成大概是觉得 老鼠的肉不好吃 我寻思着 这附近的公园不还有个池塘吗 我还可以抓条鱼回来 给他改善伙食 我刚吃饱想溜出去的时候 老成就把窗户给关上了 他的行动告诉我 他不希望我经常往外跑了 因为外面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到处危机四伏 他拿着手机 义正言辞地对我说道 你看看我邻居的猫 跑出去以后没了消息 人家还没办法出去找 可把他急死了 他不会以为我能看懂 那些复杂的文字吧 倒是里面的那只猫 长得挺漂亮的 我想让他做我老婆 是一只白色的毛发很长的猫 他眼睛蓝蓝的 像天空一样 多半是被人抓去顿了 大局 你看看你长得多诱人啊 要是被坏人抓去吃了咋办 他双手在我的肚皮处来回摸索 也会拽起我的肚男 也会摸摸我的毛发 但我不是蠢猫 遇到陌生人我会提高警惕 不会给对方下手的机会 像那种有语尔的陷阱 我都不敢靠近 我抬头看了看他 他脸颊都凹进去了 脸色发黄 跟他比起来 我确实更加强壮 老程都瘦得皮包骨了 光着膀子的上半身 骨头清晰可见 他原本就是比较瘦的一个人 现在更瘦了 电视机一直开着 循环播放着一些 我听不懂的内容 只知道一直重复地说着 在里面我看到了成群 被称为丧失的人类 乌泱泱的人头 几乎要把现代城市挤拓 那是被封锁起来的区域 是我喵生中 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但是老程说 那里他以前经常去 也不算很远 我挺羡慕他的 可以去很多 我根本去不了的地方 但是他也不止一次说 很羡慕我 以前他没收养我的时候 羡慕我的无忧无虑 羡慕我不用上班 羡慕我可以一天到晚的睡觉 现在他羡慕我可以 随意地出去玩 羡慕我不用担心 老婆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羡慕我单纯简单的喵生 那些守在楼下的人走了以后 这栋楼开始吵闹了起来 打骂声 金属的碰撞声 时时刻刻都从四面八方传来 后来有一天 整个小区的人 突然都变得和谐起来了 他们不再吵闹 互相争夺了 但每次门口有脚步声 老程总是会让我躲起来 他家的杂物很多 但是很整齐 我能躲的地方也不少 我在杂物的缝隙处 看到家门口站了许多人 手里拿着各种武器 有刀有棍 我的心一下就悬了起来 他们要是敢对老程下手 我就用爪子抓他们的脖子 但是听他们的话 又像是商量了要外出 窗外传来怪物的嘶吼声 那种声音 像是我们猫咪害怕时 会发出的叫声 但我能区别两者 那群人没多久就离开了 门口关上的时候 老程才敢让我跑出来 我跳到窗台上 往下面看去 下面多了很多 徘徊着的人类 他们那衣服上 沾了黑黑的东西 看起来又呆又傻 我已经很久没机会外出了 每次准备到阳台方便 都被老程逮个正招 他拎着我到他用的马桶里 我想对他说 我更想在花盆里解决 还可以给做施肥 奈何想说的话 从我嘴里出来 都变成了一成不变的 喵喵喵 我的爪子在空气中 挠了个寂寞 老程全程盯着我 结束后把我拎到外面 拿着清清凉凉的毛巾 擦拭我的钉 一个男人对我做这种事 我好羞涩 老程抱着我来到窗户前 他指着楼下的那些 叫丧失的人类 说 你记住了 万一哪天你又偷溜出去 记得离他们远一点 他说着 把窗户打开 一阵阵腐肉的气味 钻进屋内 对气味敏感的 我立马挣脱开老程的怀抱 以最快的速度 飞往远离窗户的地方 来到老程的书房 我才缓不神来 差点没被那股气味 熏到晕过去 他看着我这副狼狈的模样 偷笑着 窗户已经被关起来了 但我依然感觉 有部分的气体 停留在屋内 还是觉得 哪里都臭烘烘的 这可比下水到的胃还要重 楼下的丧尸 肯定都浸泡在臭水了 腌制了很长的时间 他蹲下身 抚摸着我 跟我说道 爸爸今天要外出了 你乖乖待在家里 我给你留好水和罐头 刚说完 他就换上厚实的衣服 在手和脚上 裹上厚厚的纸皮 纸皮上有漂亮的姐姐 我的爪子摸上去 感觉滑溜溜的 根本抓不住 他用胶带捆得紧紧的 做好全身的防护后 他有点像电视里播放的 全身捆得白色不调的人 而且看起来行动很受限制 走起路的时候 有点笨拙 他打开家门 以前小声地提醒我躲起来 我跳到冰箱顶上 上面有很多杂物可以遮挡我 老程手里握着一个 竹竿和水果刀捆起来的武器 他迅速打开门 跟着一群男人外出了 看着家门被重重地关上 我的心情忽然一下沉了下去 我跳到锁死的窗户前 看着老程远去的背影 心里莫名地担忧 他会不会遇到危险 能不能打得过那些叫丧尸的东西 我趴在窗户睡了一个早上 梦里见到老程跟他老婆一起回了家 我们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醒来以后 家里却是空荡荡的 安静的我连窗外的鸟飞过都能听见 我小心地从窗台上跳了下去 缓缓地来到家门前 外面也没有熟悉的脚步手 我越发不安起来了 但眼皮也越来越重 我是被楼下的打闹声吵醒的 听到声响我 飞快到窗台前看看楼下 好几个人手里握着武器 对付一个发了疯的人类 我区分不了人类和丧尸 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没在人群中看到老程的身影 这让我有点失落 但是我看到那群人卖力地 将那个发了疯的人打到不得动弹 然后两个女人一人拖了一条腿 将那人拖到我的窗台看不到的位置 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没看到楼下有这么多的人 还都是正常的人类 他们找来一个奇怪的工具 对准了我以前的老窝 绒树 刺耳的机器声持续了很久 声音没了以后 我抬起头看到那棵树轰然倒下 那棵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树 就此倒下 人类拿着各种武器将龙树的枝丫砍断 粗壮的树干被切割成好几段 不会拿去当柴烧吧 对锯掉剩下的部分又被一群人继续挖掘 连树根都被拔了出来 不止是这棵大树 那些路边的花草也都被挖了出来 我看见一些大爷大妈们 在泥土里撒了一些东西 很小很小的 我看不清 撒完了以后 他们往泥土里浇了水 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男人 手里提着两只大鸡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我住的楼洞里 我听着他的脚步声 从下面到上面 伴随着的还有鸡的咯咯声 我很好奇那人哪里搞来的鸡 又把鸡拿到楼上干嘛去 我并没有听到有鸡的惨叫声 倒是时不时听到鸡发出的各种声音 翅膀扑噼扑噼的声音 偶尔的咯咯声 好像在楼上的某个位置按了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老程已经回到家了 家里多了好几袋的猫粮还有罐头 都是他在外面打猎带回来的 他快速地拆掉身上的防护 浑身都是臭臭的汗味 但是我没管那么多 屁颠屁颠就跑到他跟前 在他的脚边蹭来蹭去 还喵喵地叫唤他 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担忧 老程开心地将我抱了起来 我很喜欢待在他的怀里 他跟我讲了小区的事情 原来大家都在群里商量好了 一起先把在小区内部的丧尸清理掉 他今天到隔壁的超市寻找物资去了 跟一群男人一起杀了不少个丧尸 还吃了一顿饱饱的饭 物资全都运送回来 统一放到一个空置的屋里 说以后他这些人就一起吃大锅饭 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锅饭 第二天一些大爷就用红色的砖头搭了一个炉 搞来好几个大大的锅 锅里煮着香喷喷的米饭和菜 我在楼上看着下面的人围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被分到一大勺的饭菜 然后又往饭菜里加了一些东西 都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 我好久没见过老成孝了 前段时间因为食物短缺 他愁了很久 天天看着我爱生叹气的 不会是挣扎着 要不要把我吃了吧 刚吃饱 大爷大妈清洗着碗筷 青壮年的男人们又往未知的地方奔去 年轻的女人们往泥土里浇灌淡黄色的液体 以后又往我家楼上跑 人类好像又回到以前忙忙碌碌的生活了 而我依旧每天过得悠哉悠哉的 午后的阳光很温暖 没了老成的全日陪伴 我除了晒着太阳睡觉 好像无事可做 可是到了晚上 老成总会准时回到家里 他拖着一身的疲惫 但却让我觉得他精力充沛 他拿了一盆水到厕所里 再次出来的时候 他身上的臭味都没了 变得香香的了 他打我抱到床上睡觉去了 头才碰到枕头 人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凑到他鼻尖处嗅了嗅 湿润的鼻头轻轻地划过他的脸 他累到连跟我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吗 老成睡觉很安静 不像我总是会打呼噜 有时候我会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 整整一晚上我都在床边发呆 你会看到窗外 你会看到睡死的老成 家里以前会跑进来老鼠 后来被我逮得多了 也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生活变得枯燥起来了 这样安详的日子过了挺长一段时间 我也因此趁机溜出去玩了几次 通往小区大门的路上 设置了很多的障碍物 只有按照固定的路线才能顺利出入 我走的自然是围墙上的猫道 但是围墙的高度是不够的 如果是在楼顶 那就可以俯瞰整个世界了 那会我还流浪着 到天台跟老朋友玩耍的时候 悄悄地溜了上去 站在那里 我看到了所有人类 都像蚂蚁一样渺小 许多高楼大厦耸密在远方 好像看得见镜头一样 我再次溜达到楼顶 这里跟以前不一样了 多了很多很大的箱子的 箱子里像是装了不少的水 有屋顶遮蔽的角落里 是一个简易的木棚 几只鸡在这里来回夺步 草堆里还有刚下的蛋 还带着浓浓的屎臭味 许久未见的小黑碰巧也在这里 他淡淡地跟我打了招呼 整个猫看起来跟过去没啥区别 据说有几个好心的姐姐经常给他吃的 只是他依旧冷冷地不敢靠近人类 你看那边 小黑看向远处 那里离我们所在的小区 有一段长长的距离 马路上早就没了汽车的影子 反而多了不少的障碍物 跟楼下放置得很像 障碍物的终点处 被一道巨大的墙组合起来 那玩意足足有两个多人类那么高 像我这样身强力壮的猫 也未必能够翻越过去 而墙的那边 应该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人类 还是成为丧尸比较合适 我以为小区的和谐生活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我都忘了 一墙之隔的那边 隐藏了多少还活着的人类 他们跟我们这边的人并不熟悉 不会讲什么团结合作 某天的夜里 一群人翻越了围墙 闯了进来 但一些经历过战乱的大爷有了心眼 在围墙下放了不少的陷阱 他们跳下来的时候 脚尸肯定会受伤的 放的是一些生锈的钉子 在没有医疗条件的情况下 这人多半是活不成了 听到不速之客的惨叫声 一群男人出乎我意料的迅速出动 所有女人们带着孩子和老人 往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 老成因为身份特殊 没有安排晚上守夜 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勉强 也算个医生吧 被那些人特殊照顾着 钉子上被我们夹了料 那些人完蛋了 老成跟我一起 躲在角落里头看 我没理解他的意思 直到其中一个受伤的男人 开始控制不住的抽搐 我才明白 他们往里面放了什么 应该是那些 能够让人类变异的东西 只见一个的男人 控制不住的发疯 然后往自己的同伴咬去 我们的人跟他们隔着一道障碍物 冷眼地看了这一切 直到最后一个男人 打算翻墙逃走 一根尖尖的竹子 突然飞了出来 稳稳地扎穿了男人的身躯 男人发出惨叫声 没多久又被变异了的同伴分屎 直到这时 那些人才小心翼翼地 把这些丧尸杀掉 然后重新往围墙下的陷阱 护抹上丧尸的血液 又把尸体拖到我看不到的地方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惨烈 是以敌方全军覆没收尾的 我缓缓地松了口气 虽然我是这边的人养的猫 但今时不捧往日 我还是担心被他们发现我的存在 然后把我给炖了 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 此时天才刚微微亮起 确定安全后 躲避起来的老人孩子 才在女人的带领下 回到各自的家里 我能看到他们脸上 还没散去的紧张心情 我才知道 人类每天的夜里 都在丹惊兽帕中度过 这里是的安稳日子 还能维系多久呢 只要老成还在 我就一直有着这个避风港 我当然喜欢这个两脚兽的 他是对我最好的人类 那夜以后 小区的人类越来越谨慎了 以前是在院子里煮大锅饭 那香喷喷的味道飘向四方 后来他们吃起了放便素食 都各自回家锁好门窗吃 此时老成就在煮着开水 旁边是分发的一包泡面 红色的包装袋 那种浓烈的香味 很快在屋内蔓延开 我肚子里的蝉虫被勾了起来 我一时没忍住 就跳到老成的面碗前 好奇地嗅了嗅 很香 老成随手加了一个面条 摆到我面前 我低下头用舌头轻轻地舔了舔 然后用舌头将整根面条 撩进嘴里 小心翼翼地咀嚼着 这是我从未吃过的味道 我还想再吃 我抬头用哀怨的眼神 看着老成的时候 他严厉地告诉我 你是猫咪 不能吃泡面啊 然后他口口婆心地 给我解释了一番 猫咪盐分摄入过多的后果 我听得一头雾水 一愣一愣的 他说完以后 面条连同那散发着香味的汤水都没了 只剩个空碗 老成用纸巾擦了擦 碗就变干净了 晚上的时候 老成又跟着那群男人下了楼 这次他什么防护都没有 穿了个薄薄的背心就出去了 来到窗台 我看到楼下聚集了不少个人类 像是在商量什么 没多久 原本种植了作物的花谱被挖走了 有人将那些东西 一到另一处地方 又把原来的花谱下的水泥砸开 他们手里拿了奇奇怪怪的工具 然后很快就把坚硬的地面 挖出一大的洞来 洞里还埋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又往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草皮 我没看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我想多半也是 防着旁边的那些楼洞里的坏人 从危险的地方走出来的人类 都是危险的 围墙距离地面半米的高度 他们又扎了一些钢丝在那里 钢丝上有很多的小刺 他们弄为一排的钢丝 在原来花谱的位置上 钢丝上又穿了几个一拉罐 那玩意只要碰到 就会发出响声 我好几次不小心踢到 都被吓了一跳 我有点佩服人类的智慧了 虽然跟我们比 还是有点差距的 他们忙活到了天黑微亮 大伙都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各自的屋里 只留了几个没安排的人继续看守 而我兼顾了一个痛宵 也挺累的 就枕着老成的酸臭的胳背 沉沉地睡了 那群虎视眈眈的坏人 果然没辜负我的期望 没忍多久又重新聚集了起来 他们当初在高楼上 并没有看清第一批人 是怎么死的 还以为是人数不够 其实我觉得是脑子不如人 末日之下 最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没脑子 这不第一批鲁莽冲动的人 刚翻越围墙就跳了下去 整个身体就扎在 全是小刺的钢丝上 加上跳下去的速度 浑身被割的都是伤 那可不是普通的钢丝啊 上面可是抹了 很多很多的丧尸血肉的 老成跟我说的 他刚听到外面的响声 就抱着到窗台看热闹 他视力没我好看不太亲 又不敢拿电筒去照射 那个被当思滚了一身 割伤的倒霉弹 掉到挖好的坑里 下面全是尖尖的钉子 他们那群人又冲动 几乎是同时行动的 一下就重伤了好几个 我看着都佩服老人家的智慧 但是后面的人就犹豫了 不敢轻举妄动 只见一个老人家 举着火把就从楼里跑了出来 不知道跟他们说些啥 那些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老人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离围墙最近的一户人家 突然从窗户 伸出一根长长的管子 快速地往围墙上的人 配上不知名的液体 老人家又以最快的速度 把火把丢了过去 瞬间火光冲天 我被这场面震惊了 被火烧的人一个重心不稳 就从高高的围墙上摔了下去 引面而来的是 已经变异的同伴 就这样这群坏蛋 又再次被我们这里的人 收拾了一番 老人家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屋里 但还是有几个跑掉了 后半夜那些楼洞 突然发生了暴动 整日整夜地 传来各种气惨的叫声 我能感觉到 这是来自很多人的声音 有缘有劲 除了打扰我的亲梦外 没什么坏处 起码他们消失了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在隔壁发生暴动以后 小区平静了很久 大概都没几个活下来的 也可能是那些活下来的人 不敢再招惹我们这的人 虽然不算是凶狠 但是胜在聪明 知道怎么快速杀敌 小区变得有多和谐呢 老程居然允许我 随时自由出入了 窗户永远留着一个 能够让我通行的缝隙 我踩着轻快的步伐 到外面玩去了 我在小区后面的公园里 找到一棵高大的树 照到树上睡了起来 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我心情好 还跑去河里 叼了一条大鱼 给老程夹餐 嘴里正叼着大鱼 小黑却神色凝重地跑了过来 还没来得及喘气 就跑来跟我说老程出事了 我叼着嘴里的鱼 飞快地往家的方向飞奔 还没进小区 就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我没管那么多 快速地在围墙和窗台 他把鱼丢在他面前 他伸出一只手 轻轻地抚摸着我 就像从前一样 他另一只手 已经被锁在窗户的防盗网上 我这才留意到 屋里还有别的人 是一个看起来凶巴巴的中年男人 他看见我并没有感觉很惊讶 手里倒是多了一卷 黄色的圆盘状物体 他对着老程说 你确定真的要这样吗 老程虚弱地点了点头 然后找来一块毛巾 塞在自己的嘴里 男人从黄色的物体上 扯出长长的一条带子 将带子贴到老程的嘴里 绕着他的脑袋 捆了好几圈 我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我疯狂用爪子 挠着老程的身体 他也只对着我笑了笑 我用身体努力地蹭着他 我跳进他的怀里 感受到的却是老程 逐渐冰冷地身躯 男人用手拍了拍我 跟我说道 对不起 今天去搜刮物资的时候 死了好多人 他话还没说完就哽咽了 眼泪不自觉地 从眼眶里流了下来 又从裤带里 掏出一个沾着鲜血的罐头 他用自己的衣服 擦拭掉表面上的血 然后打开罐头 放在我的面前 又看了一眼老程 我定定地看着那罐头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家门被轻轻地关上 好像一切都过于平静了 但没过多久 老程再次活了过来 他看见我就疯狂地挣扎着 但因为其中的一只手臂被锁着 他没办法靠近我 但是我却走近了他 他的手指甲已经修剪过了 嘴巴也被封住了 我躺在他冰冷的怀里 心好像死了一样 我曾经听他说过 那些变成丧失的人类 已经不再是他们从前的那样了 再善良的人 也会变得狂躁适血 第二天 小区里剩下的人 都搬去了别的地方 这里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 只剩下我和小黑 还有老程 我从老程的怀里醒来 熟练地从窗口的缝隙处溜出去 没了他的照顾我 也能好好地活下去 我逮了两只老鼠 大的那只给他吃 小的那只我自己吃 可是他的嘴巴被封起来了 根本吃不了 我无奈地蹲坐在他面前 他似乎也习惯了 我在他身边 开始变得不再狂躁了 小黑突然闯了进来 把本来属于老程的美餐给吃了 我懒得跟他计较 他倒是嘲讽起我来了 你个花心大萝卜 倒是成了个情种 人都死了 你还守在这里 我没回应他的话 脑海里回放的 都是跟老程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原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都是真的 他说没有谁可以陪伴你一辈子 你总要一个人去面对孤独 面对恐惧 被丢下的那人的余生 将会无比痛苦 他说这话的时候 抱着的是他和他老婆的合照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只是眼里带着泪光 心里肯定是思念起 照片里面的女人了 我的身边也只剩下 小黑这个朋友了 其他的同类 已经好久没触摸过了 他嘴里虽然都是损我的话 但是却一直陪在我身边 每天蹲在我后面抓老鼠 抓鸟 我将猎物放在老程的面前 他就当为我的面 把本该给老程吃的东西给吃了 一句解释都没有那种 看着他越发受削的身躯 我担心 他哪怕复活也撑不了多久 好在那圈交代在某天松开了 我顺手把他嘴里咬着的毛巾扯掉 老程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模样了 他一只手抓起我捕来的猎物 就往嘴里塞去 吃完了好像还没满足 又对着我嗷嗷叫了起来 现在我可不敢躺在他怀里了 他真的会把我吃了 这里好像已经找不到正常的人类了 我的天上飞的鸟 水里游的鱼 地上跑的老鼠 很少再看见别的火物 当然各种各样的昆虫也是有的 这座城市好像死了一样沉寂 但对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跟小黑开始了出双入对的生活 不要误会没有暧昧 我们俩是彼此的陪伴 老程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发呆 每当我怀疑他已经死扣了的时候 他总会用恐怖的声音唤起我内心的恐惧 要是他有仙剑之名把自己锁了起来 我恐怕连这个曾经的家都不敢走进 随着时间的洪流快速奔涌向前 家开始变得破破烂烂 墙上的相框摔在地上 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被吹得散落一地 花盆里的作物已经枯萎 唯一开着的窗户吹进来不少的灰尘 屋内没有剩下的多余食材 否则早就腐烂发臭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人气的缘故 这栋历经了40年的楼洞 开始快速地老化 杂草肆意地从水泥凤处长出来 袖起斑斑的金属支架被风刮走 曾经被挖开的坑洞 无今也长满了清新绿草 天变得更难 空气好像也变得清新了许多 我所在的地方失去人类的踪迹后 竟然变得生机勃勃 天空飞过的鸟更多了 我跟小黑也经常逮到几只 如果不是那群人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地盘 我想我可能会跟小黑一直在这里待着 毕竟这里是我们从小就生活的地方 只不过当年的那些熟悉的脸孔早就离开了 留下来的也只有老成 我好想留下来陪着他 至少等到他彻底咽弃那天 可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类的存在 逼迫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那群人搜刮了所有的房子 其中的一个人发现了灰尘中的几个小脚印 他们惊呼着这里还有小动物 嚷着想要吃肉 那些客在我记忆中的恐惧感游然而生 我跟随着小黑快步在楼洞间穿梭 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那群人的视线范围内 最后看到老成的画面 是那群人拿着斧头砸向他 我不敢多看一秒 我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对我那么好的人 真的离开了 彻底的死了 小黑看出了我的悲伤 没好气的说道 我说你呀 被人收养了以后怎么就变了呢 小黑向来都给人类抱着敌视的态度 而我从前也只是把汤当作可以喂饱我的工具人 我只需要卖个萌撒个娇 汤就乖乖地给我好吃的 多轻松啊 我们俩一路跑得飞快 已经离开了熟悉的范围内了 停下脚步的时候 我们身处一条空荡荡的宽广的马路 没有乱停乱放的汽车 没有随处可见的丧尸 到处都是一副破败的模样 不少巨大的写着字体的木板倒在地上 几乎所有能看见的店铺都被砸开 玻璃散落了一地 我们来不及欣赏这座城市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大狗 浑身乌黑的毛发 但是四肢却是棕色的 它看起来呆呆笨笨的 它对着我们汪汪汪地叫着 可惜我们俩物种不同 无法交流 大狗的脚下有一块鲜肉 它用脚把肉踢到我们面前 又用头指了指一个方向 我看了过去 那边有一群动物 连好吃的兔子都有 小黑趁我偷看的功夫 已经偷摸着把肉吃在嘴里 我速度慢了点 只能从它嘴里抢过去一些 大狗示意让我们也一起跟上 我看了看小黑它没意见 我也不想坐落单的 我在这群动物中 发现了几只熟悉的身影 那都是以前在小区里的伙伴们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但此时没时间续旧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没了人类的世界 反而让我们这些流浪的动物 拥有了更宽广的世界 我们这一横大大小小的动物们 大摇大摆地走在 曾经车水马龙的道路上 不用担心会有飞驰而过的汽车 我们下任未知的世界走去